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果欣 我是花心 開始時,我想跟大家說 我的頻道終於3千訂閱了 謝謝大家 當然是上次2500訂閱的時候 已經是一年多前的事 老實說,我真的沒想過會這麼快 謝謝 然後之前有人走過來問我 3千訂閱,究竟會不會拍Q&A呢? 我想應該不會的 因為我覺得Q&A很快很難拍 不過可能之後3千、333訂閱會吧 然後每次都會有觀眾DM走過來問我 欸果欣,你何時跟花心拍片啊? 你何時跟花心拍片啊? 現在正在拍片啊 你說是不是Cat? 好啦,我們今天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沒錯,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Yawaraka 極少粒納豆 大家應該超級熟悉納豆了吧 超級超級多Youtuber都拍過 然後說很難吃 啊,包括下次咩 其實我一直都很好奇 究竟這個納豆真的有這麼難吃的嗎? 根據維基百科 納豆是由日本常見的傳統發酵食品 由黃豆通過發酵 欸,黃豆? 黃豆耶 如果納豆是由黃豆而製成 我覺得應該沒有想像中這麼難吃的 我又不是特別喜歡吃黃豆的 只不過是日本 所以今天我就親身和花心一齊來試吃這個 納豆了 我知道你們觀眾就是想按進來 然後看我的中伏 然後吃到吐 拜託,我是誰? 我是0AX宇宙第十九屆美食平食家 我才不會覺得難吃 只希望等下吃完後不會合胃酸爆炸 OK,現在就開始試吃了 大家知道這個納豆是怎麼買的嗎? 就是有一次我在亞洲超級市裏 發現了這個日本納豆 結果發現了這個都挺有趣 所以就打算拍片來試吃了 結果發現裡面的人全部都會說廣東話的 這個就是它的外形 我們就一人一個了 因為我不想吃兩個 因為可能會合胃酸爆炸 OK,上面寫著顆PS 好,我們就打開來試吃 裡面有一堆納豆 然後有一包不知道什麼的醬 納豆不知道什麼的醬 黃色的調味料 然後就最後一個好像手臟那麼大的納豆 好,現在我們開始打開 好黏啊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納豆原來是這樣的樣子 超級臭 你幹什麼? 在這裡拉屎 各位觀眾,這個將會是本頻道內 個人準備一條片 如果待會兒吃死了 那就幫我買保險 其實是不是要加這個醬進去的? 應該是 應該是 算了,只要加到 如果待會兒吃死了 或者食物中毒的話 那就 算了,我已經生存得夠了 好,所以我就再加進去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楓糖漿還是什麼? 什麼來的? 為什麼好像... 噢X 看起來很難吃啊 神經病 好了,我最喜歡這個就是我們的納豆的樣子 好像X一樣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裡面放了一些不知道類似風塘漿的東西 但我都不知道 總之就是 超臭 希望我待會不會食物中毒而死吧 竟2021年3次第1月 開始 尖X 我嘗嘗 我嘗嘗 你嘗嘗 我嘗嘗 我覺得還可以 不是說特別難吃 我覺得可以 我吃一口就不行 我覺得可以 沒有想像中說到別人這麼難吃 我超難吃 好鹹 其實這包是豉油 我猜這包是豉油 加豉油 超一包 然後很鹹 很黏 我嘗嘗 我覺得還可以 雖然這個已經是超級 好像你玩的時候有沒有研究加到一些豆 研究再加一些白膠漿的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吃下去的口感就是 嘗嘗 你覺得可以嗎 OK,繼續吃 又吃吧 吃沙咀 你看看這個畫面 完全沒有吃相 好像配麵包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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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愁 嘗 嘗 我吃完了,差你了 我吃完了 我吃了一口 我們現在就玩Speed Run OK,我們現在Speed Run 你用你的最份方法來吃完 我就當你贏了 OK,現在我們Speed Run它了 我已經贏了 雖然我現在 所有的究竟幾多秒 都可以吃完這東西 OK,我們現在要計時 3,2,1,開始 What the... 你為什麼要倒水進去吃 你是不是瘋了 喂,你不要倒水進去吃 瘋了 I can't find the star 其實我覺得其實會... 甚麼? 搞到整個屁... 搞到整個屁... 你們加起來都可以吃 嗯,結果是普通 你覺得呢? 要整個中途 可以,我們這條影片再來 記得喜歡記得按讚 還有訂閱雲圖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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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我的頻道 OK,各位觀眾 我是個人 內花生 OK,他已經整個中途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也可以 吃都不錯 下摸一下 下摸到少許 真的吃不下 下摸要吃就想到 下摸到少許 的案件